當然,其實能不能做到把資料帶過來的這個目的 第一個你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offset這個函數 Offset這個 OK 顧名思義 Offset就是 有點像是偏移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第一個會問你說reference 指的是 你要以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當基準 reference 那我以編號好了 OK 那後面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是rose跟colons 意思就是說 Offset是偏移的意思 就是你告訴他說 你向下幾列 向右幾列 就會找到我們要的那個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的是姓名的話 那我要的是005的姓名的話 那我要向下 向下幾列 1234 剛好5對不對 剛好可以拿這個來當他的列 然後呢 向右幾列呢 跟他講 向右幾籃呢 只有一籃 所以我讓他可以 向右一籃就可以 所以特別重要 我們分別 1 我是以編號當基準 OK 2的話呢 我向下 5列 OK 那我剛講過了 文字帶過來變成數字 他會自動幫你轉型 colon的話呢 是1 OK 那這兩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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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跟 wiss 這個 高跟寬 其實你可以控下來 不用管 因為 不用設定 反正這個 這個 這兩個 一般是控下來 按確定 那你會不會一樣 劉宏君 有沒有 005劉宏君 他意思是說 以這個當基準 向下移5個 向右移1個 把這個 你 這個 這個抓到的結果 幫我把這個呢 帶回來 有點像這樣的邏輯 應該可以懂 所以以後 如果有些地方 你習慣用什麼 向下幾個 向右幾個 那你可以用這個來抓資料 抓過來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向下填滿 也OK的話 那這樣子嘛 其實理論上 Obs 其他的話呢 總銷量應該跟上面差在哪裡呢 這兩個應該都一樣嗎 還是以他當基準 那不過以他當基準的話這個可能要按F4 兩個都鎖 向下 其實應該鎖列就可以了 然後呢 Rose的話 還是以他當基準 所以這個一樣鎖列就可以了 那擠欄的話你可以用Rose Rose Rose 剛剛那個Rose的函數 他 現在對照到他現在的列 是第四列 那我要的是 把它轉成我要的藍 所以把它減多少 剛剛減2啦 不過因為 減2之後的話 2嘛 可是我要1啊 所以怎麼辦 減3不就好了 OK 那減3之後向下填滿 他剛好怎麼樣 向下一個變第5列 第5列減3那剛好就 跳兩個嘛 然後再跳3個 跳4個 剛剛好 所以向下填滿看看 放開 剛剛好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輸入006 是不是把006的這個 李明證 這幾個幫我抓過來 沒錯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Offset的函數的使用方式 那也是一種查詢的方式啦 不過你會發現他們各自有各自 index 哪一個範圍你先告訴我 哪一列告訴我 哪一欄告訴我 把那個資料幫你抓過來 那Offset是以哪個當基準 向下幾個向右幾個 那如果你是反方向 不是向下 是向上的話 那就 負值 OK 向右也是正的 向左那就負的 OK 那這個是Offset的使用方式 那另外的話 indirect 這個我想 應該 也比較少用 不過呢 他的用法 又跟前面兩個又不太一樣 他的用法是 插入函數 我如果今天用也是一樣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irect 那他這邊特別注意 他要的是一個什麼 refer 其實就是什麼 refer text 指的是 一個 算是文字 那什麼文字 特別注意 比如說我今天要005 對不對 005的姓名在哪裡 剛好就是劉宏君的位置 所以你特別注意 點他一下劉宏君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會顯示出 B7 可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按確定喔 他會出現什麼 緊 ref 就參照錯誤的意思 那為什麼參照錯誤 特別注意喔 他已經告訴你說 他要一個字串 所以你記得喔 在這邊前後要加什麼 雙引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的話 就會產生錯誤 按確定 劉宏君 有沒有 所以 indirect 他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你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完整的位置 的字串 就OK了 但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剛剛好 我需要的東西 C 有 藍 藍字串是B 可是底下的話呢 應該什麼 總銷量變什麼呢 B 再來總銷量變C D E 那我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剛好 BCDE OK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 就是有什麼方式 你可能要想一個什麼 哪一個函數 他可以自動幫我產生 BCDE的 這個不知道前面有沒有講到過這個 就是 有一個函數叫CHAR 他可以去抓那個 我們 ASC 就是內碼表 內碼表裡面 如果是65的話 按確定CHAR 如果你輸入65的話 他的位置內碼表的65剛好是A 如果你要B的話剛好66 OK 所以你按確定 那往下當然 66 67 68 69 對不對 但是呢 有什麼方式可以向下填滿 自動BCDE呢 其實如果向下填滿 你就要想到 加上那個什麼 剛剛用過的 Raw 有沒有 Raw的話呢 其實他就一直往下 剛好 增加1 增加1 所以以後啦 Raw很方便 以後如果你那個 資料裡面需要加1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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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想到Raw就好了 如果橫向的話 那就Color 縱向就是Raw 橫向是Color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Raw現在是第四列 那我要的是66 怎麼辦呢 剛好把它剪掉4 剪掉4就好了 所以你這邊可以 62 加上Raw 剛好66 B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放開 BCDE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就是用TRA TRA裡面呢 我們剛好要給他多少的數字 他就會抓到你內碼表的位置 那假如說你對於那個內碼表 不太熟悉同學啦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雲端上面呢 我在in the rest 裡面呢 也有截錄 那個 就是ASCICO內碼表的一個畫面 66剛好是B 67剛好是C 一時類推 有沒有用內碼的方式啊 將來什麼時候用到內碼 其實還蠻多地方 有時候用到 所以這個地方 那另外的話呢 我旁邊需要什麼 B7 我需要一個7 那7怎麼來呢 7實際上 就是 這個位置 第五剛好 第七列 因為他多了一個 這個標題 跟藍 所以要必須什麼 加2 都兩個 所以呢這邊的話我可以什麼 等於 編號 怎麼樣 加 2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 編號不是005嗎 是文字啊 加2打勾會怎麼樣 7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公式裡面 一樣 有個加號的話 前面如果是文字的話 他看到加號 自動幫你轉型 所以是有還蠻貼心的 自動幫你轉 轉什麼 轉成 轉成 5 數字的5 本來是文字的005 對不對 文字 自動幫你轉成數字 加了2之後 他就會回來是7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不過有時候你會發現打勾 他會 產生文 產生的是那個 裡面的文字 記得把格式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再把它打勾 OK 那只要把這個 串這個 其實結果就OK了 所以這邊我把這個 這個公式先複製起來 放到這邊來 假設B的部分 Inderates 我可以用什麼 Char 66 加 Raw 有沒有 End 串接 因為他要一定是文字 End什麼呢 End 這一個 加2 你會發現喔 串完之後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End這個 B7了 OK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 把它向下填滿 不過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要鎖一下 因為等一下 3列會變4列 這個位置不能動 向下填滿 放開 劉宏君 有沒有看到 這個整個都過來了 如果把它改成6 有沒有 其實結果也會是對的 李明正 沒錯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剛剛主要是講到 Offset 跟 Indirect 當然呢有些同學 可能對這兩個函數比較不熟悉的話 那有些 畫面 我也把它截錄到 那個雲端上 你可以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嗎 OK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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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